出國玩 但機票一定比平日貴 其實這時候也有便宜玩法 臉書有達人分享 買外站機票差不多的價格 可以多飛兩趟 第一段二二八連假玩四天 臺北來回泰國清賣 第二段時間任選 臺北來回日本成田 第三段端午連假請三天休九天 臺北來回泰國曼谷 達人計算飛三趟 價格要花四萬兩千多元 但如果是分開買 總價要約七萬塊錢 兩者相差兩萬七 但這個玩法適合只能在廉價期間出遊的民眾 因為平日或冷門時段機票便宜 就不一定要買外站機票 但限制上要使用旅行社開票 如果是新手玩家 建議選擇國內旅行社 只是費用可能會稍微多一點 只要搜尋完之後 它會出現很多個旅行社 你就挑一個最便宜的連過去 它上面有境外的旅行社 也有臺灣的旅行社 大家分享今年三家國籍航空都有推促銷外站 其中新宇因為航點目前只有東南亞和東北亞 所以沒有其他促銷 但價格最優惠 而華航除了東北亞 歐洲也有 不過價格沒那麼好 而長榮今年最特別是全航線外站促銷 提醒民眾買外站機票省錢 要看清楚各家航空公司規則 更改日期可能會有手續費 尤其第一段行程最重要 如果有限制一旦去不了 就可能沒省到還虧一筆